太極拳 太極拳是否花拳獸腿 看得不打得 三個習武的年輕人 用血汗去感受正宗太極拳的 駁激威力 受到李小龍的影響 喬正夫少年時代開始擇武 學過空手道 得過全港六十公斤級公開賽亞棍 近年就哀想了菲律賓魔像 他也是一個武俠小說作家 在文字世界裡 追求天下無敵的武術境界 我最近寫的那本武俠小說 其實裡面都描寫了太極拳 是一種很高深的武功 但其實我自己沒有真正去學過 為了搜集武俠小說的材料 喬正夫去了中國河南的陳家溝 這裡是陳昔太極拳的發源地 落腳點是一間由陳家太極拳傳人 開設的武術學校 接待的負責人去了安排他住宿的房間 他就決定去旁邊的練習場 看有可不可以做插班生 上他人生第一堂的陳昔太極拳 喬正夫曾經接觸過太極拳的基本套路 但入門的第一課 都是由基本功站莊開始 雙腳就好比大樹的根 根不顧 知不掌 葉不謀 從最初學功夫是為了出路給自己 希望將來可以教拳 但慢慢練習的時候 開始喜歡這件事 我會不斷地去找自己的缺點 不斷地去鍛鍊 將自己的缺點變成優點 Oscar生於紅拳世家 自小就學習家傳功夫 紅拳是外加拳 光猛信質 銅橋鐵馬 太極拳就剛剛相反 屬於內加拳 柚政內斂 以弱制強 兩種權術可不可以兼修並促呢 我希望可以吸收多些不同門派的東西 然後將它系統化 將它有制度地發展下去 太極拳是由誰始創一個問題 眾說紛紜 比較合理的說法 是太極拳並非由一人一時一地所創 而是由前人不斷整理和創新發展出來 陳氏後人認為 先祖陳王廷是陳昔太極拳的始創人 陳王廷是明朝武官 退隱之後整理了陳家歷代相傳的權術 全陽後世 都是學了一兩個基本功 第一個是站莊 站莊都是拿身體的感覺和姿勢的正確 都挺辛苦的 因為那個站的時間可以很長 可以去到半個小時 整個人都震了 還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陳小聲老師是一個很沉默的老師 他不太出聲的 但是當他過來收拾你的基本動作的時候 譬如我通常做得最差的是那個腰跨那裡 他就把手放在那裡跟正我 但是他又不是很大力地按下去的 他只是在那裡擺著 你一天不下他一天就不放手 就是給你一個壓力 最後你也是落到他的滿意才放手 我覺得幾特別的一位老師 陳家溝的陳氏權藝 輾轉相傳幾百年 難得的是一直沒有失傳 即使文革那個最艱難的時期 全國那麼沒有 陳家全人仍然堅持繼續偷偷練舞 不讓這個傳統失傳 陳小聲是陳家溝太極權學校的校長 也是的系全人 健負全洋正宗陳家太極權的重大責任 陳家溝太極權學校 招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不限年齡 國籍體質 有教無類 即使給不起學費的貧府兒童 都不會被他誅門外 我是太極權學的傳人 好像從這個思想裡邊 有責任把學校弄好 當時搞的時候 真是一直一直到現在 就是很累很累了 從各個方面 從這個一切力量 我現在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都在這裡面住 年輕人學習太極權 著重體能訓練 強化肌肉筋骨 然後再配合拳術 套路、推手、兵器的訓練 優化他們的技巧 達到剛柔並重 內外合一的效果 這個太極權是根據人體運行規律 要求符合這個規律 各個經濟都打通 這樣子 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 就是醫藥甚至達不到的 它神奇的好了 所以很多有病的到這裡 很怪的病 他說 咱也說不了是怎麼回事 但是練一段就好了 所以這樣慢慢慢慢 這個來的人就回來 十六歲的陳偉樂來自德國 他小時候有一隻耳朵失衝 半邊身不能動 他的德國醫生 建議他學太極權 學了之後 情況大大改善 他去年成功說服了媽媽 讓他來陳家溝學母 太極權 你能夠吸引你嗎 不僅是你的身體 也很良好 也很良好 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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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年輕人陳小旺 Oscar專誠在香港 跟陳掌門的徒弟 郭鐵華師傅 學習老駕一路 練開外家拳的Oscar 第一次灑陳式太極套路 被這種內家拳法考起 黃戰軍自小就練習太極拳 他長期苦練內功 能夠用土皮法弓 將寵物彈開 丹田彈斗這個絕技 兩次為他去創下世界紀錄 無人能及 他一拳練到高層子的時候 周身無處不失手 挨出何處何處機 內家拳很講究內氣的鍛鍊 目的是要將氣聚合到丹田這個能量中心 當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將氣灌到身體其他部分 作為保護身體之用 當要發動攻擊的時候 還可以將內氣轉化成為相當強大的力量 感覺到這個壓力在這裡 比較痛的話 比較痛 用拳頭可能比較好 我試試 感覺到身體去掉了 變成我的重心已經失去了 然後自己要跌去補位 即是那個力是一直由這裡直線去 所以是不由自主地跌了 腰要放鬆 腰要不要緊張 好 加油 謝謝 還是沒事 一百公斤的大石 對陳輝來說舉重弱輕 他只有25歲 已經在學校教了八年拳 他是陳家正中拳人 在省級比賽裡 得過槍術 推手 和雙刀冠軍 2010年 康隆武林大會 成功晉級最後四強 不過抽籤後的對手 是他師父 唯有退出比賽 現在我們是在太陽裡 向第一個動筒 騎士 接下來這個動筒 為金剛倒墜 現在 這呢 為上下處立 而周身自來 也就是為了放鬆自己一樣 下一個動作呢 撐左旁 咱們剛才做的呢 是 這個橋先生呢 跑從側面過來的 是從自己的右側面 所以說咱們用的 下半個 一旋轉 趴這個 直接上步 下手來控制 跨了同時 上手呢 旁擋住對方的手法 前跨一合 這一體系 撐 咱們運用的時候 運用了一個肘 因為咱們距離比較近 近用肘 遠用手 對 這樣 對 陳輝把太極拳套路的招式拆解 原來每一招 每一式 都可以用來 鉗制敵人 招招拿命 對 今天喬政府 就要告別陳家溝 這個人口不足三千人的純學小村莊 世世代代都以練拳為樂 無私地將陳式太極拳 這個中國文化貴寶 承傳下去 李家是一個武師 曾經學過劈掛螳螂 他現在是跟著倉州八極拳人 祝師傅學通貝拳 通貝拳是一個活動當中的拳法 是跑動的 李家高頭大馬恐武有力 以柔黑剛 以弱製強的太極拳 是否適合他學習呢 我發現到 吳家的太極拳 他是一種 所謂的 我覺得是即柔成剛的拳 他不是絕對的柔 他可能動作看上去很柔 但是他可以發揮出很大的力量 吳光宇 吳家太極拳第五代掌門人 是一代宗師吳鑑泉的曾孫 2005年 他放下在加拿大的拳館 回來香港接管總社的管務 好 我們打太極拳裡面有 栽除 子當除 潘蘭除 潘蘭除 這些多數打這個位置 是 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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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上側上 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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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摔跌要落地 除了發現原來力是可以前後左右 還有上下打斜 就是一個八卦九弓那些 但以前玩的方式和今次跟吳師傅學 完全是兩回事 你見今次學每一個動作 就這樣一埋爭這一下 已經可以把原來一個人可以按到跪了 你任何方向來 到了 就到了 有些東西很微細 很微細 做錯小小東西的效果就差天共地 可以看到那種很科學化 每一樣都是很合理地去解釋 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武術 其實蘊含的一些智慧在裡面 入門引路衰口秀 功夫模式法治修 說出來的理論不是基本要求 是家家都是一樣的 例如什麼含空拔貝 虛令頂徑 虛術分清 鬆堅尋爭 什麼家都要有 唯一吳家泰拳的特色 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村子部和邪中求聖 這個就是我們認識泰拳的特色 對於說為什麼這樣呢 沒事的 是年功的 如果你村子部都可以把自己的重心承到 你不是村子部 應該都是如虎添翼 邪中求聖也是重心 如果說虛術分清 有一個好難度高的位置 都可以成為自己的體重 你去回三七四六分章的身形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吳家泰拳是除了祖宗陳家泰拳之外的五大流派之一 早年由吳鑑泉從國內帶來香港 後來在南洋一帶帶受當地華人歡迎 全因爲一場擂台比武 他們這麼喜歡找吳家泰拳去 因為吳陳比武之後的名氣 那樣樣都是 找師傅 找個又打得又練得那些 公園當時的名字是職差一事 而現在我們又不是很勇鬥痕 去到收徒弟、教拳、健康、自慰 到今時今日都是這個方向去 早期去外地謀生的華人 大部分都是從事體力勞動 生活環境複雜 唯有習武旁生 後來一些富起來的華人 開始重視身體健康 視態極權為一種高尚的運動 我看這個館都很長歷史 因為1954年的吳陳比武 非常出名之後 本地有一些比較資深的 和喜歡學武術的人 邀請吳公義中斯國 開始 在那個時候 在新加坡有地位有名 名譽的人有錢的人都很支持 是奉張三豐為他們的創始祖師 那奉帝極權是否真的是張三豐創立的呢 的確是有些古代的文獻有提過這一點 後來有一些武俗小說 包括我寫的那些 都有圈驗這一點 但後來也有一些 學術上的考究是否定了這一點 不過 無論如何都好 張三豐的確是 道教上一個真實的人物 太極權 我們也看到他的技術上 也融入了道教 陰陽雙刻的一種理論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太極權 尊將三豐為一個精神上的軟組 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 李家和喬正夫 明天會去李玉門體育館 練習太極散打 嘗試把學到的技巧 用在實戰裡面 拿著肉筋 抽抽 突然衝前 可能我把一隻動一動 就吃住了一個子宮 是 太極散打 是由兩個人或以上 按照一定的規則 運用太極推手和散飾 進行格鬥 可以是練習 也可以是比賽 今天來的 其實我們主力都是想 把之前學的一些太極散手 做一個叫做 小小的總結 Hello 我是師兄 我媽媽 怎樣的腳 總了一個馬 總了嗎 要遷就住 打的時候 有些招式打出來 我是打你 你是化 我過來 掛了我 我拿你 不是被你打 我拿你 是準備 是砌你 或者是 損你 你明白吧 這樣就給他 不要太拖拖拉拉 一來到 一來就不去 就是這樣跟著他 這個就是所謂 指向搏機的手法 大小不是問題 我埋了身 你不讓我埋了身 如果是在街上 就是順利 這個就是自為順利 這個就是自為順利 所以 很少是這樣站在這裡 多數是橫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反應 試試看 好啊 比不動幾不動 比微動幾先動 這個就是泰犬的一個金句 是一個很厲害的 來一次 欸 勻手的拿截血 不夠好 這條碟都撞到你了 好 挺 也要我列勁打到你了 你現在 這個不是太極力 好 來吧 怎麼樣 這條頸鎮了幾下 就是 因為有幾下縮 很短的 加上 加了一個力 是 有時候做不切 用我背的 這樣就 鎮了一會 不過暫時都OK 今晚不知道 今晚不知道 對啦 我也發覺剛才 有些摔的動作 它基本上 你打算 未必會跌的 但是 懶不妨 你就拿到我重心 那個點位 接著 好像走雷一樣 跌了 這個我覺得 唯有在實戰 搏擊當中 才可以 體會到 真打是不斷去 真打真的不斷 適應 現場成果 Oscar 由香港去到英國 利物浦 拜會陳釋太極拳 掌門人 陳小王 他被譽為 當今世上 陳釋太極 四大金剛之神 陳釋太極拳 的套路 拋鎚 剛烈威猛 苦苦生威 爆炸力 來自武者全身 作出高速螺旋型轉動 這種 就是陳釋太極拳 出名的 前師徑 我第一次見到太極 可以殺到這樣 我真是第一次 我在香港從來沒見過 我亦都沒有想像過 太極 可以有這麼 空猛的威力 好厲害 傳統的練法 開始就得練第一路 找到這個運動規律 達到一次貫通 才練第二 這叫炮鎚 不是用本力來快 是在這個基礎上很快 快而不亂 慢而不散 就是這個運動體系的 以單體為核心 移動全動 接接貫穿 不管是左右變化 還是前後變化 還是上下變化 不管怎麼變 這個運動體系不變 發射 都大 發開 發大 大 再大 再發一拳 騦拳 遠拳 一拳 進走 調身靠 如果發一拳了 看到啊 我們發了一拳 一拳啊 太厲害了 他的拳風真的發發聲 不是配音來的 一拳一拳一走 如果再接近兩拳 靠肩膀 用力推 用力推 我是發不了力的 不知道為什麼 陳師傅只是一隻手抓住我背部 還有單腳站 但我是怎樣推都推不到 但我感覺到動力是向下沉的 我不跪低都不行 剛才 這樣輕 啊 啊 啊 我腳幾十年沒有傷過任何人 這個疊呢 它有個接受能力 啪 到疊我就停了 不會傷害的 其實剛才我都沒用力 我都放鬆了 但是它一鎖我的時候呢 我是真的痛到不得了的 真的痛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其實 我推完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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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基本功 陳掌門 桃李滿天下 每年大部分時間會去不同的國家和城市 主持泰激權言集班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像我搞學生班 他們放棄家庭 放棄工作 駕車來幾百里的 坐飛機來幾千里的 我想到他們對泰激權這樣愛好 向他們笑 從開始我跟著你 之後你跟著我 開始他們很天真 我要新動作 我要新套路 那麼你說這個不對 那麼他思想不結束形成砥柱了 開始我跟你 父老友 新動作 我都新動作 那麼用法 我們來用法 氣流通 我們講氣流通 大家很高興 在這個中間講這個道理 哦 我覺得我們的想法都是很幼稚的 現在他相信我了 好 你放了 老師你說怎麼練就怎麼練 過來 劉師傅由香港移居英國超過二十年 幾年前正式拜陳小王為師 太極拳的套路是知己功夫 推手就是知彼的功夫 透過推手去感應對方虛實 然後攻擊他的弱點 那些勁太厲害了 因為我的勁都很厲害 但是那些好像坐船一樣 那路越拋越大 撐不住了 沒辦法 物差越小 氣的流量越大 能夠接受的速度越快 力量越大 應該是每個人練太極拳 都要照著最高警戒來進軍 陳掌門說太極拳是道學 道不遠人人致遠 意思就是說 人人都可以學太極拳 而學不到太極拳的 都是因為自己放棄而離開 陳釋太極的站莊功和前師功 不一定配合太極拳式 你明白了故中的力學原理 你練得出來的話 你怎樣發揮也可以 Oscar回到香港之後 就馬上去拳社繼續練習 陳昌立退休之前是中學校長 十幾歲的時候 被當時 吳家太極拳掌門人 吳大葵收為入室弟子 由於陳昌立比較受射 掌門人恩財師教 將埋身摔達的功夫 傳授給他 真的看小太極以前 不敢大聲說 這下就是 拍攝裏面一個掛勁的動作 當他抱起的時候 我要整身放鬆 把全身的力 放在他的頸上 抽到他的頸 抽到這個頸骨就歪了 所以他很重很痛 要放下 在這個時候一轉身 這隻腳轉身就掃到那隻腳 其實我想扔我 師傅 嘩 嘩 靈空的時候 掛的時候 他的手 拿到我的 弄到 對 弄到 陳昌立的埋身摔達 速度極快 而且靈活多變 往往能夠出奇制性 適合賀子不高的Oscar河 下地上用身上射了力 這樣 一拿來 一跌的時候 你要跟著身 靈空側身的時候 側身過 用這地方下地 就狠狠 看你的身邊 就轉了一個圈 OK 轉圈 OK OK 好一點 然後力比撒地下 對嗎 對 對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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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你哪裏痛 剛才踏上內臟 沒事了 現在沒有好一點 後面 這裏拉傷了 前面好痛 前面好一點 剛才有點腰 放心 緊張 OK 陳昌立認為 Oscar拳腳油刃度不足 打起來不夠鬆 就容易被對手操控 好 謝謝 師傅 下個禮拜我要打理這家 六呎高巨人 那怎麼辦 如果高的 你就拿一步 拿一步 你要學單重 這腳是做事可以動的 你高的時候 放個裝 一個都是 你看 這些手在這裡 這個腳 對嗎 加上這個手 你就不要手快腳慢 好 如果是這樣 這裡插上去 哇 這麼多 這兩個姿勢 不可以停 上 上一上就把這手搓上去 看到嗎 一上就把這手搓上去 你自然會想下 一下就死 但我不能停 譬如說 一上就停了 你插上個馬 一上就下 太極劍 兼具太極拳 和劍術的風格特點 除了要像太極拳一樣 輕靈柔和 綿綿不斷之外 更要重以不重力 認神兼備 你是競技太極套路的世界冠軍 可否說一下那種規範的太極套路 和傳統太極拳的分別在哪裏 其實在練拳方面來說 傳統和比賽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現在的競賽套路 都是在那裏演變出來的 在傳統套路的基礎上 即是說他的攻防意識 吐露的結構上面 再慢慢加入一些有可觀性的動作 可觀性就是一些高難度 以前太極拳很少有離地的動作 現在除了單腳支撐跟腿之外 再加上一些挑約專體 加單腳落地 可否說一下太極拳 養生的效能 去到甚麼程度 說內和外 內練一口氣 外練筋骨皮 所謂現練益受不老春 把我們身體每個關節 是可以令到鬆 令到透 當你鬆透柔軟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內練一口氣 是幫我們平心靜氣 腸的動動的變化 是你的氣血周流 是相當有好處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 中國開始推行普及太極拳 讓民眾強身健體 養生熱戀 由於羊式太極拳 已經演變成為柔和舒展的套路 所以很適合神運 據估計 全球最多人練習的國術 就是太極拳 超過一億人 嚴格來說 這些是太極拳 目的和用途 和原來用作忌擊的太極拳 已經很不同 強身健體 吃得好 睡得好 精神好 我們常常說很容易跌倒 打了太極拳後 站穩很多 這樣就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腳本來的關節很差 蹲也蹲不到 但現在好一點 因為我今年六十歲了 他是我大哥 你想想他多少歲 哈哈哈哈 打太極拳後身體好很多 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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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轉跨 你轉到這樣 我會容易跌 如果你還沒轉到 這裡鍵轉 我就跌不到 不要趴 你身一趴 這裡就沒有了 遠紀靖教授 曾經出任過 廣州精武體育會的總教練 訓練過廣東省的推手代表隊 對太極拳的學術研究 很有心得 你看看我的力 完全按照一個方向走 你快我快 你慢我慢 他所謂沒有殺傷力的誤解 往往是由於他有養生功能 很多人平氣了他的忌擊功能 光是一個方面發展 另外他那種耳猶黑缸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掌握他 因為他的技巧太過精細了 他最原始基因 和整個武術基因都是一樣的 他源於人 包括動物那種攻擊和智慧的本能 中國功夫不是內外加之分 外加功夫亦都有一些內在的修煉 內加功夫亦都不是一味只有由字 他都有一種所謂的即由成剛 透過一些很柔和的動作 來將自己身體潛在的一些力量用出來 傳統究竟是阻力或是動力呢 我覺得很視乎有沒有人去繼承 我覺得活的傳統是應該有人 不斷去推陳出身發揚光彈 紅拳的訓練就是從剛練到剛油並中 而太極就是相反從油練到剛油並中 當大家去到中間點 其實兩樣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李嘉、喬正夫和Oscar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苦練太極拳 今天就會互相比試 看看他們掌握到多少 吳光宇和陳昌立都會提點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練拳練上身 盡量使出太極拳的真功夫 雖然不是正式的擂台比武 但是他們三個都非常認真 為了保護身體 三方都同意戴頭盔和拳套 實戰的速度比平時練習快很多 電光果成之間 就要作出攻擊和防衛 很多時候都會變成打本能 好,Great 基本上我覺得整場我一定是防守一 因為那個身高 感覺上很難能進去 沒有跟他打進去 進去中間也進不了 我覺得其實太極拳 以油制剛 不一定要硬碰硬 就算對重磅自己 都一定能打到 但是我做不到 李嘉的身形和技術都佔優 連贏兩局 好,謝謝 喬正夫和Oscar身形相約 原來卻往互有攻守 好運 好 好 好 其實我以前玩都是空手道的 比較少這些埋身摔彈 這次跟吳師傅學過一些 都發覺有一點反應 因為我學太極的資歷太淺 我剛才一邊打的時候 一直在想怎樣可以用太極摔彈 所以吃了幾拳刀都在想 我在想你這個位置 我應該用哪招摔彈 通常我們不用想定哪招 看姿勢怎樣 但剛才兩位都是用力太重 用太多力 因為都是緊張 緊張 我習慣過馬 太極的味道就少了 心法上面我學了很多 譬如說怎樣去拿對方的重心 這件事我覺得是給我最大的得著 因為太極它不是外加拳 不是你練招式就可以用到 就算你知道那招的動作是怎樣 但是你本身身體還沒培養到那種力學原理 你是做不到那種效果出來的 難得有一個機會去跟一些有名的師傅 學太極拳 而且是真的學一些用來打鬥的太極拳 有些大開眼界的感覺 武德在於明辨善惡 善者不欺 惡者不懼 武術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精神之一 習武者和官武之人 都有責任將這種中華獲水 繼往開來 發揚光大 鞋血